你怎么在别人车旁边吃东西呢 你车上我朋友看起来多丢人呀 不是 你包 我这有啥丢人的呢 我在等你两个多小时 我又冷又饿的 这又没啥吃的 我就买了包辣条 你不是说要给我惊喜吗 惊喜呢 有惊喜啊 有惊喜 那你先把眼睛闭上来了 闭什么 该不会这件破衣服 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吧 什么叫破衣服呀 这 这 这衣服你不喜欢吗 我不喜欢 那这衣服也好几千块钱 你把我当小女孩呀 你还想空手套白狼吗 不是 什么叫空手套白狼啊 这衣服你不喜欢你也别乱丢啊 你算算 我给你买的东西少了还是咋的 这衣服也好几千块钱 那这好几千块的东西都不算惊喜 都不算礼物 你要什么 你说 我就是不喜欢 我前几天看上了一个包 八万块 下两块 你现在就给我买 我不是才给你买过包吗 你要那么多包 你背得过来吗 我背得过来呀 我闺蜜她男朋友天天给她买 我隔几天才问你要一次 我在你心目中 连一个破包都不值了吗 破包都不值 当初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说了 只要我多给你点陪伴就行 偶尔来那么一点惊喜 这叫偶尔的惊喜吗 还说什么赚不赚钱的无所谓 你现在就这种态度是吧 你在变本家里你知道吗 我就是想要惊喜 我就是想要礼物 我跟你谈恋爱 你给我送包很正常呀 你到底给不给我送 不送 不买 其实说实话我告诉你吧 你不给我送 我多的是人给我送 行 好 那你去找找能给你买的去买吧 你别后悔 我不后悔 等一下 干嘛 来 过来看看 真大 你的眼睛好好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车 这不是我喜欢的保时鞋吗 对 我告诉你 这车才是今天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知道吗 这件衣服你看好了 它是男士 它是我的衣服 我怕你冷 我给你准备的衣服 那你更咋不跟我说呢 别碰我 离我远一点 以后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还有我告诉你 你给你排队买包的礼物 人有很多 我的礼物 我也不怕没人送 知道吗